我是麗智凡 我的職業是領隊 我是麗智凡 已經入航15年 帶了300多個團體造訪了50幾個國家 所謂領隊就是領國人出國 所以帶人出國的叫領隊 我遊的部分就是在地 在本國介紹風景歷史地理 人文的叫導遊 我們的快樂都是來自於服務人 讓服務的對象這個人感到很快樂 自己就會快樂 幫助他們完成比較困難的夢想或者願望 比如說帶他到復活街島 光是坐飛機就要坐30個小時 終於看到摩哀的時候 或者是帶他去看極光 等了好幾個晚上 終於遇到極光大爆發的時候 都會讓這些人感到很快樂 願望成真 自己也會很快樂 工作上的願景我會分小願景跟大願景 小願景跟我個人比較有關係 我希望在未來的每一年 都有至少一個月的時間留給自己 你可能找一個地方long stay 充實自己或者陪家人 這是小願景 大願景希望能夠把深度旅行的美好 帶給每一個人 讓他們從走馬看花的行程 進階到另外一個層次 知道這個地方的美好 從食衣住行開始 我希望把這種深度旅行的觀念 帶給大家 增加競爭力 除了最基本的就是 你要一直不斷的 加強你的武器 比如說專業知識啊 比如說你的體能也是一塊 所以我會跑健身房啊 我會看很多的書 可是現在還要因應 大家的需求跟行程的特殊性 比如說去看極光 你可能就要跑一趟科學館 天文館 去了解極光怎麼來 語言也是一塊 除了英文之外 現在也在學西班牙語 所以西班牙語呢 有助於你 光是多學一些詞彙 可以跟當地人溝通 讓整個工作上能夠更順暢 所以你要不斷的一直充實自己 就是多看書 多運動 保持你體力 這也是很重要 我的工作就是幫人圓夢 但在幫人圓夢的同時 也是在實踐自己的夢想